9月8日,星期五,农历7月念四,白鹿,财政部,年收入10万元以下,个人基本不缴纳,或者仅缴纳少量的个人所得税,约7成,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,不需缴纳税收,教育部,中职学校私证余文,历史统编教材9月开始投用,工农中建国有四大型工部存量房贷降息细则,手套直接降,深圳,向港澳居民放开商办物业, 商务公寓限购,上海扩大汽车更新消费,油车补贴2800元,电车补贴1万元,上海市卫健委,取消1000平方米以下商超,卫生行政许可证,内蒙古航警期,一企业发生高压气体喷出事故,目前至9死3伤,陕西连水通报92岁老人稍接赶被罚,写检讨,退还罚金当面之前,山东到2025年实现公共充电站相向全覆盖,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,为敦煌研究院及樊井士等,颁发结束贡献奖,美副总统哈里斯,若拜登因健康问题无法执政,已准备好接任总统,日本首批7800吨核污染,10日将全部排完。 本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